您好 歡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視野 我是吳伊林 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預計十五號簽署 這場全球前兩大經濟體的貿易爭端 持續十八個月之久 如今真的落幕了嗎 中國大陸學者認為 這種大國競爭可能持續數十年 甚至上百年 會因為美國國內政情的改變 或在國際上遭遇了難題及危機 由競爭轉為競合 但長期來說 中美戰略競爭格局太是一定 中美貿易戰開打一年半後 北京和華府在2019年底 終於宣布達成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共識 雙方先前互相加徵或預計徵收的懲罰性關稅 也以戰情或部分取消 美國總統川普推文 雙方1月15號將在白宮正式簽署協議 中美進程看似樂觀 但這場全球兩大經濟體的貿易爭端 若說已消除其見 恐怕言之過早 中國人民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 石英鴻表示 面對中國經濟軍事崛起 美國已對北京形成新戰略體系 不僅利用貿易高壓 長期關稅戰 還透過外交孤立和意識形態的顛覆 阻止中國對美國國際領導地位的威脅 面對美國對中國的戰略遏制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王勇認為 中國要有最壞局面的心理準備 也就是中美經濟可能中斷 但是中國和美國合作 還是要保持謹慎樂觀的心態 中美之間還是有廣泛的共同利益 比如說在維護地區局勢的穩定 在維護全球經濟的發展 特別是解決全球的氣候變化 挑戰這個方面中美之間還是有很多 合作的一個空間 王勇表示川普就任美國總統以來 是中美競爭最激烈的時期 他預期這種大國競爭可能會持續數十年 甚至上百年 長期來講中美戰爭競爭格局是他一定 他也強調對中國來說 未來得著重扶持高科技及創新產業 因為關鍵技術受制於人 也將局限國家發展 中央設計亞洲會營北京報導 大樓倒塌 城市煙霧瀰漫 民眾倉皇逃跑 南韓電影《白頭山》 講述長白山火山爆發 立志專家救難人員全力搶救的故事 災難場景低爭令人觸怒驚心 事實上今年5月 多國專家在英國舉行了一場地質學家會議 會中討論長白山是一座火火山 2002年到05年間 長白山周圍發生過約3000次大小地震 之後約10年平靜無視 直到最近兩三年地震又開始頻繁 長白山地面甚至攏起了約7厘米左右 這顯示長白山下年性很高的岩漿 和高壓高溫氣體已經被壓抑許久 現在有相當於首爾市面積兩倍大的岩漿 正在擴散 火山噴發可能正在醞釀 長白山橫根與中國大陸和北韓之間 對於長白山可能引起火山噴發 中國地震局研究人員提出不同看法 認為地理岩漿囊不斷活動 有可能經常向上冒 但也有可能因為岩漿補給中斷 又恢復到相對平靜的狀態 因此火山即使有噴發前兆 也未必一定會噴發 根據外電表示 中國網站也查不到 長白山近期地震活躍的消息 莊社綜合報導 近幾年來全球環保意識抬頭 為了減少塑膠袋使用量 泰國2020年1月起 75家業者約25,000個通路 不再提供一次性塑膠袋 目標希望每年減少30% 約135億個的塑膠袋使用量 泰國是全世界第六大海洋塑膠垃圾製造國 以人口約1000多萬的曼谷市為例 市政府每天處理的垃圾量 多達8000萬個塑膠袋 也就是說 平均一人每天使用多達8個 泰國政府半年來大力推廣環保理念 鼓勵民眾從日常生活中 落實環保減速 減速外地球 韓國 日本也想定 日本預計今年7月開始全面推行塑膠袋收費政策 而南韓環境部則在去年底正式實施资源循環利用法修正案 禁止製造及使用有顏色的塑膠瓶 因為有色塑膠比透明塑膠更難切碎 也因為要改變顏色比較困難 不易再利用 以至於有色塑膠回收率比較低 新政策渴望有助提升塑膠回收率 而在台灣近年陸續實行限速方案 既特定類型商家不能提供塑膠袋與塑膠吸管之後 1月起擴大範圍 包含商北 桃園 台中 台南 宜蘭等8個縣市的百貨公司 購物中心和量販店 內用將不得提供各類材質的免洗餐具 否則業者將被開罰1200到6000元部的 而外貸則不在此限 中央社綜合報導 中央社擁有陣容最堅強的新聞團隊 全球布局居台灣媒體之首 將近30個據點分布5大洲 以台灣觀點掌握全球脈動 中職樂田桃園隊7號開訓 這是球隊轉賣後首度上攻 也是新教頭曾豪居首次展開獨軍生涯 替上新球衣以新身份開訓 曾豪居坦言壓力更大了 軍訓當然就是最終目標還是總冠軍 這邊當然是首要目標就是先做好春訓 讓大家就是有一個完整的春訓 然後在一個訓練上面的一個盡興度 那這邊也是跟二軍的選手是說 講說希望他們能夠再把板凳深度給厚實 因為只有他們強大 我們的團隊才會更強大 而在球員部分 他們去年球季以打擊率三成八九拿下打擊王的林立 考量自身狀況 與球團簽下三年複數約 今年月薪從14.5萬升至29萬元 展望新球季他沒設下打擊王目標 倒是希望能與商事好好共處 別讓商事影響他的表現 這種東西你設太早其實自己的壓力會蠻大 那我覺得就順其自然 把我該做的東西都做好 像去年就是盡量降低揮空率三成率 那確實擊球還是我自己最大的一個目標 除了林立調星 年年繳出穩定火力的陳俊秀 也獲得兩年復數約 今年月薪調到72萬 在球隊位居第二高星 自己也很開心自己努力付出的東西 然後球團有看到 然後接下來就是希望自己再保持住 然後更投入在球網上 可能壓力會比較大一點 但是我覺得不一樣的壓力 所以我覺得就是在挑戰 中華職棒今年各隊總教練 一動頻繁 四隊總教練全數換人 面對轉變 陳俊秀認為這也是件好事 代表競爭越來越大 比賽也會更有看頭 他說自己是球員就會做好本分 全心投入球場 也希望自己可以保持穩定 在新球季交出好成績 中央社記者張欣偉嘉義報導 四年一度的總統立委大選進入倒數階段 各政黨候選人無不全力拼佔 總統蔡英文代表民進黨 角逐2020總統大選尋求連任 而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 延續2018年韓流氣勢力拼盛選 第五度參加總統大選的親民黨總統候選人 宋楚瑜再次批刨上陣 這場關鍵戰役不論誰輸誰贏 都關乎台灣未來四年走向 更牽動美中台的關係 國際也高度關注 中央社記者將以最及時的報導 最深入的分析 帶您掌握選情動態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在華視頻道和中央社網站都有播出 我是吳一林 我們再會 中央社網站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